试冠最离谱的英雄出现 对AJ而言并非一件好事 我觉得中单位置 是在这一次试冠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长生的状态不算特别好 一诺发挥的空间并不大 太依赖猫神的保护了 一安有望重回首发 毕竟他对试冠版本更熟悉 伴随着挑战者杯结束 TPL队伍的至暗时刻过去了 但试冠也可能 让他们迎接新一轮的黑暗 因为加入的新英雄太夸张 特别是中单英雄都非常强 就连葛米尼都直言 试冠是中单法式的版本 其中有一个英雄 可以直接秒龙 并且不需要带成剑 甚至连风暴龙王 都能够轻松秒掉 属实是有点异谱 从这就能看出 国服版本还是比较平衡的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人 这个英雄有一个细节 这个英雄有个细节 我跟你看一下 这是我昨天知道的细节 一个很细的细节 把猪带给他摁出来 他有一个细节 他不是打野 但是他能把龙给秒掉 不管是风暴龙王 还是什么东西 一技能打两个敌人 切这个形态 看我打龙的速度 你看我打龙的速度 没了 龙没了 你不要觉得 这个比赛用不出来 这是在那个 AOV里面 传说对决里面 有人 有人在职业赛场上 利用这个机制 把风暴龙王秒掉了 然后翻盘了 就这么的变态 因为 他这个一技能 打到两个人之后 他会触发 他的一个被动 百分比掉险 是打任何东西 都百分比掉险 任何 我试一下 一技能 接大招 接一 秒了 秒了 没得完 没得完 以后 这个英雄打到后期 以后这个英雄 打到后期 只要打风暴龙王 你旁边站两个人 一个一技能 接大招 直接把风暴龙王就秒了 就这么夸张 秒了就秒了呀 不要惊讶 不要惊讶 这是利用到了 他的那个机制 但是有前提条件 就是旁边一定要有 两个英雄 被你的一技能打到 你这个一技能 要打到两个英雄 你就能够 瞬间把龙秒掉 哪怕满血 打防御塔什么 可以吗 不可以 防御塔什么 不行 你说打龙团的时候 打龙团的时候 那是不是 这英雄就很猛 对的 打龙团 那人就会过来呀 人过来了 他就有机会 一技能打到两个人 但凡打到两个 他就直接秒了 到时候如果比赛 到时候如果比赛上 真的有人能够做到 把龙王秒掉 大家千万不要惊讶 这是用到了 他的一个机制 细节 细节 这都是细节 要学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 长生跟中逸 在总决赛的表现不太好 试惯版本 又需要中上野发挥 反而是射手 只能瑟瑟发抖 别说打团 基本上很难活下来 就是平时转线 都需要很注意 中上野中 都有切后排能力 很强的新英雄 那么一诺想要发挥 就需要猫神的保护 只能说从现有的 试惯版本清晰来看 AG想赢 就别依赖一诺 甚至有可能玩双边 都比玩射手好 同时因为一安之前 有接触过试惯新英雄 大概率 是会让他跟渲染轮换 谁的状态跟操作 更好就上谁 亦或者玩月光教练的 轮换战术 需要新英雄就上一安 不需要就让渲染上场 最后大家觉得 新英雄会不会太超标呢 KPL会不会 再次迎来至暗时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